蘇院長好 你好 用這一隻,這隻比較高 我們先看到新冠疫情的肺炎 疫情其實持續的在延燒 本席在這邊先肯定蘇院長 還有各個行政院各部會的首長們的努力 尤其說我們看到連假期間 行政院還加開院會 來做肺炎的一個特別條例的修正草案 在這邊真的是跟大家說一聲辛苦了 還有感謝你們的努力 首先還是要先關心一下我們在追加紓困的特別預算的部分 本席跟民眾黨一直以來的態度都是 只要說對於民眾好的事情 包含像我們在防治的疫情 還有包含我們在做很多產業的紓困上 只要是對疫情有利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是非常的支持 所以看到我們在上個月 其實朝野政黨也都發揮了極高的效率 很快速的就通過了我們的特別條例跟特別預算 但是在這邊其實我們要提出一個憂慮 是說其實上一次我們在準備這個特別條例跟特別預算 溝通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都發現說政府跟執政黨告訴我們說 這個內容是經過政府審慎評估之後 我們來提出來的特別條例跟預算 可是呢其實我們才經過一個月的時間 當然疫情發展也是相當的快速 可是呢不管是從院長這邊到各部會 其實大家也都發現預算是相當的不夠用 所以我覺得是說其實這邊要特別提醒的一點是 我們這些超前的部署其實民眾都非常的有感 可是呢超前部署是否能夠真的見效 其實還是仰賴於我們對疫情是否能夠正確的預測 還有我們對於產業受衝擊的盤點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呢其實這一陣子跟很多的一些部會 其實互動的過程也發現說 其實部會呢對於在產業的盤點上 我們必須要老實說在上一次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並沒有盤點的非常的完整跟透徹 所以在這一次我們的追加預算來講的話 本期在這邊是真的希望院長來好好帶領一下各部會說 我們能夠真的把這些受衝擊的產業仔細的盤點後 能夠給我們比較詳細的這些報告 那所以包含說像我們之前看到就是教育部 其實他們只編列了防疫的物資 那我們後來發現其實像體育和運動的產業 包含像我們的遠距的教學 這些也都是在紓困特別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都被遺漏的部分 那希望說院長在之後的我們在預算審查的過程裡面 是可以再把這些所有的這些產業 再能夠更詳細的去盤點 希望說我們的預算在這一次的提出 能夠真正落實到我們的產業跟民眾的紓困 那這個部分是先跟院長先 就是提出我自己這邊的一些憂慮 那當然院長您同時擔任過就是 立法委員跟行政院長 那您也知道說其實立法委員要能夠好好發揮職權 其實行政部會呢其實需要提供一些 我們相關的一些透明的資訊 所以呢其實本期也必須要讓院長知道 這一陣子其實包含我自己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那我們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包含教育部跟文化部 其實他們都有運用到所謂的移緩季級這樣的一個預算 那我們在這一次呢移緩季級的裡面呢 其實當我們看到說其實各部會 他們可能先去對外公開的去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講了一個非常大的方向或數字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民眾他會很想要了解所謂的細節的部分 那基於立法委員的職權也會希望能夠幫助這些民眾 去了解移緩季級他們的一些預算的來源 跟他們應該如何去被移挪移跟運用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我們其實有看到 有很多的這些方案呢其實會看到說 他們可能先對外講了一個數字 結果呢其實真的要去了解細節的時候 可能各部會的首長他們會說 其實還沒有到行政院核定 那或者是行政院核定的這個速度上來講 可能有點慢 那不知道院長對於這件事情 你們是不是有一個大概的進度可以告訴我們說 什麼時候其實這些各部會的首長 他們可以來告訴我們 移緩季級到底是運用了哪一些的 不管是工程館或基金 那他們是怎麼樣移過來 那會不會對於他原本的一些用途上 會有一些排擠的作用 不知道院長對於這個時程上面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簡單的說明一下 首先謝謝委員很多的肯定跟關心 委員很專業而且很認真 我們很敬備 而確實委員所指出來的 我們都應該這樣盡力來做到 那第一次提送貴院的特別條例跟特別預算上面 我們當時也都是對於疫情是只有在中國的部分 或者在周邊一些國家 但疫情確實發展得很快 超出原先各國的疫情 比如當初特別條例時 這個歐美的疫情都沒有現在這個狀況 所以卻有最佳預算等的必要 另外這個很多移緩季級 確實都是根據災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 包括貴院剛剛通過的特別條例裡面 也都有排除原定預算法等等的適用 這都依法辦理的 第三有些事情確實在講的時候都還沒有那麼細 比如現在在講一兆零五百億 其實都還沒有經過貴院通過 講的是一個方向 那這麼大的預算一定要很多作業 所以相關部會都會值在進一步很細的作業 那當然一定要受貴院監督 相關的特別追加的預算等 一定也要經過貴院通過 所以我們會很審慎來做 而委員剛才指出來 作為國會議員監督所在 所以我們都盡量要提供 這是當然的道理 我也會要求部會這樣來做 謝謝院長喔 其實我們因為其實剛好就是 文化部長還有教育部長都在這邊喔 其實我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也是反映我們從民間聽來的民意 其實他們也是非常關心 我們這些預算的運用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在審查第二階段預算的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會很希望說 在審查第二階段預算之前 是不是政府就能夠各部會集結起來 我們一起把六百億第一波的這個預算 已經執行的進度 還有它的一些困難之處 我們先來對立法院 我們先有一些資訊 可以去做盤點跟評估 因為我們看到有一些 這個我們先前已經第一波開始的 一些預算 我們的紓困計畫的執行 其實有一些它的效率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在第二階段這個預算 能夠通過之前 至少先檢視一下 我們在第一階段的六百億 它目前的一個執行進度跟難度 然後我們才可以去做一個第二階段的審查 不知道院長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通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那個 比如說我們在那個特別條例裡面 如果依照這個條例規定的話 可能要到五月二十五號 我們才會拿到我們行政院的報告 可是依據柯建民總召的 對記者會的說法是說 我們可能五月初第二波的預算 就會通過了 那不知道說院長是不是可以 讓各部會首長也比較方便 能夠提供給我們更詳細的一些 預算在第一波執行的這個進度 讓我們可以去 與法有據 我們也可以去審查 我們第二階段的預算 委員所要求 就是第一個特別條例跟特別預算 這在執行相關的進度 或者相關的資料 自然都應該應委員的要求 盡量的把已經做的 或什麼 即將要做或將來要做的 來跟委員做說明 太感謝院長的承諾了 那我也就是希望院長 各部會首長 都能夠讓立法院的委員們 能夠就是反應我們的民間的一些 他們很急迫想要知道的 那我們能夠一起努力 來把第二波的這個預算 能夠真的用到 我們民間的紓困的一個需求上 包含我們在這邊的紓困的一些措施 也能夠真的 反應到他們 真的 比較能夠反應到他們 需要的部分 這樣子 這個很謝謝委員 而委員 代表民意 也來自民間 最接地氣 所以委員如果你有聽到 或者你接觸到 哪一方面需要 或者我們還沒有顧慮到 或者沒有設想到 都請委員多指教 也都給我們的部位 我們部位也都很誠意 這一次是真的困難的很多 我們要來做 所以委員多指教 多給我們資料 我們隨時來精進 作為 這是應該的 謝謝院長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的在教育的部分 雖然說現在疫情非常的嚴重 但是其實經濟跟科技都還是不能停 那我們的經濟 其實我們看到經濟的背後 其實是有很多科技的整合 那科技呢 其實它的核心就在於人才的實力 所以謝謝部長留下來 因為接下來的部分 跟您比較有相關 所以我們先看到說 其實在2019年 有非常多的研究報告都有顯示 所謂的這個數據科學家 目前呢是我們在講 前景排名最好的一個職業 那這個職業呢 其實它不只是擔任 自己就是在寫程式 大家這麼狹義而已 它包含說各行各業 其實跨領域都會用到很多 包含從數據的收集 聯網到運用分析 這些都有非常多的一些需求 所以包含像我們這一次行政院 做的非常好的口罩的大數據 口罩地圖 其實背後也是有很多的數據的科學家 在背後去支撐這樣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實現的執行的一個成果 那所以呢在這邊我們不免也要提醒一下說 我們雖然現在疫情很嚴重 還是要回頭來看一下 我們在科技教育上做的如何 所以呢在全球 其實在AI的這個部分呢 都已經開始 在好幾年前都開始在努力的扎根 那包含說我們可以看到 英國培養了八千名的資訊教師 包含我們看到其實愛爾蘭 教授四到十二歲的孩子就可以寫程式 所以這些部分都是我們現在很多的學校的家長 其實他們也很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學校學習的過程當中 就能夠培養他們在科技上的一些素養 不管他們未來進到各行各業 其實我相信他們對於這些科技的理解 跟數據的一些能力 其實對於他們在各行各業的發展 都會相當的有幫助喔 所以其實這邊也稍微老高賣瓜一下喔 就是我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也出版了這一本 這本能工智慧 那院長這本等一下送給你 我已經簽好名了 我已經簽好名了 我們其實在去年也出了第一本的這個 AI的高中的補充教材 那目前當然也在高中的學校也都在使用 那教育部當然也有AI的電子書的這個教材喔 那我相信說其實我們在108的課綱已經有看到 就是資訊科技跟生活科技 都是我們新增在108課綱裡面的科技素養這個部分 但是本席還是在了解了目前這個科技的科技 科技素養科技教育相關的一些實施上面 還是要提醒一下院長跟部長喔 在所有這些科技教育裡面 我們看到第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學校裡面他們在教學的 不管是環境或者是教材上 我們不能夠說讓這些責任都放到學校跟老師身上 所以像我們就是民間自辦的教材 或者是教育部的教材其實很好 但是我們要搭配更多在學校的一些教學環境上面 讓他們有更多數位學習的一些空間 那剛好又搭配上疫情其實遠距教學開始融入到各個學校去使用 所以希望部長能夠更多的去重視這一塊 那趁著疫情我們現在的狀況是能夠把數位學習相關的工具 能夠放到學校裡面去做一個很好的推廣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點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說呢 就是科技教育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師資喔 師資的值跟量這個我想 很多的老師對於要教授AI或教授這些東西 他需要重新再訓練 那量的部分也看到是稍微比較不足啦 平均一個學校的老師數 有的一個學校甚至不到一位老師 所以這個我相信部長可能回去需要再了解一下 那不管是說老師的聘用問題 或者是老師的再教育的問題 可能這個都會是一個教育部需要好好在科技教育上努力的部分喔 好那謝謝部長 我們再來的話可能要請科技部的陳部長 謝謝 請科技部陳部長 好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看時間不夠 所以我需要留一點點時間來跟就是院長跟部長請教這個部分喔 其實各界現在因因期盼喔 因為本期又剛好是科技立委喔 所以其實各界都會問我一個問題喔 小英總統在去年所提出來的這個政見 數位發展部 究竟何時能夠落實 何時會有進度喔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就是不知道 部長或院長你們是不是有對於這個數位發展部 其實心裡面已經有一些破壞 或者有一些進度只是沒有對外公開呢 數位發展部的部分 總統對這件事情非常重視 在選舉的時候 各界也相當的重視 對 那這個本來在選舉當時就已經對外宣示 那行政院就有這一方面 也有做這一方面的 從各方面來籌備準備 不過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全力在防疫跟紓困 振興這一方面 所以我們還是會持續來做 只是現在集中力量在防疫跟紓困的方面 所以有點 這一方面還沒有那麼快 對 因為上次其實我在委員會的時候 也有質詢陳部長 那陳部長那時候其實他很感慨的 講了一句話說 其實科技部主要負責的部分 其實是在產學的一些推動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會看到說 其實科技部有很好的一些 就是我們的一些組織的一個章程在那邊 但是現在目前因為科技部 它歸受限於就是要去做這些學界的推動 所以反而好像看到數位發展部的需求 並沒有辦法在科技部這邊落實 所以可能院長 我們當然知道疫情非常的嚴重 但是很多的科技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反而是它發展一軍突起的一個好時機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希望院長 能夠就是再多一點去心思去 稍微了解一下我們數位發展部 也許現在還不能做什麼實質上的推動 但是我們可以做一些事前的準備 那包含說我們看到這個DigiPlus的這一個數位方案 這個數位小組呢 上一次我在質詢科技會辦的時候 他們是連我們在講說什麼配套措施或行動計畫 其實都分不太清楚 這個也讓院長知道一下 那同時呢我們也看到 院長其實呢先前我們大概有三次的這個會議 DigiPlus小組 目前已經是推動了四年了 四年來只開過三次會議 那院長是沒有開過任何一次啦 那不知道院長這邊是什麼時候會幫我們DigiPlus小組 開始在對他們的數位發展推動 在做更多的一些會議上面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